出行軍從前幾年議題已經發言慎重 農民在美國已經開始 停一結束內施行的諷刺 但台東院就算槍鐵 如果有三個保守鐵 確定有出行軍從 不過就將存在控制 沒有要用到反攻 台東院政府農業主 就只有公務法提救濟票 特別開放農民提六億代錢 做到電機審査內施行 不過農民在防禦橋 現任主行軍從前存在 比喻用社會 效果有限調 根治期英國會規格強制協助 台東路上三大保守田 國廷由潮岩沖 用社外風險來處理 另外另外的措施基金 一道防止的天衛改動 改動下舊的風險 台東在農民手 使用潮岩沖的危害 中央規格強制協助 中央規格強制協助 全燃票控散 是有受到感染的通知 會規格規格規格 提供開放農民 會擁緊鼓授電影刑場 通知的順序 嚴禁政府核准 投入業的錢是無關 利用這種方式來對田間的各種 蟲害能夠做有效的控制 避免說在發生第二例 第三例或者更多例的時候 束手無策 中央規格強制協助 原來車燃中基金 取消被規格強制 有助天衛改動的風氣 另外中央規格 使用血管風氣來處理 在那個階段使用這個 野蠻或焚燒的方式來做 銷毀處理是最有效的 那麼到了第二階段 已經有成重的成重會飛 所以我們就是要求要強制噴藥 中央收臺民族的卵涉無關 會促進恐怖 影響到空間和航廁的安全 會表示恐怖法提供10條的規定 會控制疫情 也會有可能性 就像陸家投入業的 中央規格強制保守田 向市政改善行程來修 對中央的風氣風氣 我相信有些很小 中央替風某種款 是不是對市政消貨放棄 政府內部官方 沒有某種款 農政單位平常 用坎用的方式来应兴 更不在卫山英伟应该交法来任意的信兴 这几次仍然希望政府 施动统统统的政策 用免疫苗社来凶下对抗重害 加加星文庆军名 台东波头